據希臘總理府發表的聲明 帕觀德里歐在內閣會議上獲 只要各政黨能夠在組成聯合政府問題上合作 他願意收回全民公投的決定 雖然有多名內閣部長及執政黨議員 要求帕觀德里歐辭職 不過他就說不會辭職 反而將會在未來幾小時內 和主要反對黨談判 尋求組建聯合政府 帕觀德里歐在星期一晚 提出的全民公投議案 連日來在國內引起強烈的反對 法國總統薩爾科齊 和德國總理默克爾 昨晚在法國格納 和帕觀德里歐舉行會談之後說 如果希臘一定要舉行公投 那就要盡早舉行 以便盡快消除歐盟 在這個問題上面臨的不確定性 他們還表示 全民公投的議題應該是 希臘是不是繼續留在歐元區之內 而不是歐盟新的救援方案 法德領導人的表態 令帕觀德里歐總理 在國內遭到更強烈的批評 執政黨內部在公投問題上 也都出現明顯分歧 支持帕觀德里歐公投決定的 內閣成員以及議員都說 希臘不會接受得法領導人發出的最後通牒 希臘政府將會自己選擇公投的時間和議題 而以副總理兼財政部長 偉尼澤洛斯為首的一批內閣成員和議員 對公投持批評態度 他們認為目前當務之急 是批准歐盟新的救援方案 而一批分析人士則認為 帕觀德里歐提議舉行全民公投的初衷 是在國內凝聚共識 鞏固執政黨的地位 同時在國際上尋求支持以及同情 不過國內外反應的激烈程度 遠遠超過預期